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馒头馒头西饭当然不用准备了 要想画纸漆 画壶酒什么的就得用这个 这个是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出来的 画颜菜书 我这也太夸张了吧 能换用吗 这家看样子画得不错 就画他们家的了 什么事啊 这个 福以世人所及 罪是饥寒 性命所观 无非一时 有一丝挂体 尚可经年 无数力冲肠 难挨半日 我无施主慈悲 无脏妙便洞踏西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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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烦死了 不就是换人嘛 也至于这样 给你 赶紧走吧 果然奏销了 就一个馒头 这可是我写了一晚上的东西 就只一个馒头 这太打击人了 原来是季公师傅 真不好意思 刚才没认出来 没关系 季公师傅 我就想到镜慈寺找你 这斋饭的事好办 我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请你帮忙 是这样的 我家里有一件 刘安 刘安 你跑什么 我的龙虎的玉雕球 刘安 回来 刘安 你给我站住 刘安 刘安 你给我站住 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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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想到使用 Peters Those Hitler 我说 landing 不就是个球吗 你烧什么急 千万他拿去玩两天好 咱们还是先把 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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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h Man 跑到哪儿去了 我看他是从这个门进去的 红没错 你认识这儿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好像是唐老爷家中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感觉有些不大对 别管这么多了 先进去看看再说 奇怪 这人都到哪儿去了 刘安 杨公子 快来看 这是谁 这不是唐老爷吗 唐老爷 你怎么了 唐老爷 他死了 什么 死了 让我看看 杨公子 你先别着急 大胆杨文斌 今天白日 你竟敢私闯民宅 谋财害兵 如今人赃俱获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看 求大人 小人冤枉了 不是我干的 真的不是我干的 还敢狡辩 来人 把贼犯杨文斌打入大牢 大人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只是路过这里来找人的 大人 路过 我看你是求全宝的帮凶 来人 把这个和尚也一块押走 连我也一块抓 好 这会儿画原画到大牢里去了 这是我头一回 老爷 今天的镜像怎么这么多 今天运气不错 正好抓了两个手下在收收贿赂 那不都是你平时教他们的吗 我跟他们说 收收贿赂是可以的 但是大头你宽我 还是老爷你厉害 大大人 老爷就是老爷 这不 这两小子乖乖的把银两送不来了 你 你是 阁下可是知府曹坤曹大人吗 他不会是朝廷派来抓我们的吗 我们他 你给我闭嘴 是 正式在行 请问你是 我是 我是皇上的御贤侍卫 裘天保 我此次奉旨出行 特来民间暗访 看看有无冤情 原来是裘大人的实惊实惊 知府大人 这里的油水不错 不错 如果裘大人不嫌弃 这些人俩就算是我孝敬裘大人的 知府大人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为了杨文斌谋财害命一案而来的 杨文斌谋财害命 不会吧 害了谁的命啊 杨文斌火同一个和尚 到唐老爷家中入室抢劫 把唐老爷给掐死了 正好被我撞见 人赃俱获 不会有错的 杨文斌家境无错呀 跟唐老爷家又是士疆 怎么会谋财害命呢 曹知府 这一千两银票你先收好 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谢 知府大人 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这个案子你可要好好的审 明白 裘大人 这次来不仅不要银子 还给我送银子来了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告辞了 别光说银子不办事啊 您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我还得多谢大人才是 有什么事啊 一下子给我们这么多银子 这位裘大人的性格比咱们黑多了 又是皇上的人惹不起啊 裘大人 这个就是杨文斌家堵传的龙凤玉雕球 不错不错 过人是件宝贝啊 终于到手了 恭喜大人如愿一场 刘安 这件事办得漂亮 现在杨家你也不用回去了 就跟着我吧 多谢大人提醒 跟着您我可有吃香的和辣子 那当然 杨文斌这臭小子真不是抬举 明知道我喜欢这个球偏偏不给我 那裘大人打算怎么处置杨文斌呢 我已经跟知父通过气了 杀人偿命吧 你明白我意思了 裘大人 你可真够黑 你说什么 说我黑 不 我是说您太高明了 既得了东西 幼稚的人 真是一剑双鸟 杨文斌 这回我看你怎么办